新北市议员陈宏源相当注重亲子关系 常常配合节日在服务处推出不同的活动 希望制造有趣的亲子时光 让家长和孩子间能够更加的亲密 为了迎接新的一年到来 举办了趣味水苔球DIY的活动 宣传还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报名人数就迅速而满 相当的踊跃 陈宏源希望和民众一起用居家园艺布置 让家里除旧不新 也发挥创意做出自己的专属盆栽 过年快到了 每个家家户户也要用喜气洋洋 所以我们今天办一个讲座 能请大家婆婆妈妈来在这边 做一些园艺 让自己的居家充满了绿意 充满了欢乐也充满了吉祥 希望借助这个活动能发挥出去 然后以后会进去各个社区去举办 让社区里面也都充满了绿意 绿意案 陈宏源也和报名的民众一起制作 体验动手做 做中学的乐趣 老师的细心讲解 让卡哇伊又讨喜的盆栽 在大家的巧手之下逐渐成型 不但每个人都专注在制作自己的盆栽 过程中家长和孩子的互动 也增添了在寒假里特别的亲子回忆 达到了这场活动最大的目的 数位天空新闻永和报导 好 往后上 我先跨入个位置 今天学会应该的 谢谢大家